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来讲到十日祷告里面的内容 今天我所要谈的是第八日 有关于巴比伦青岛和我们祷告之间的关系 讲到巴比伦青岛 那我就想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在一些定向爆破的 把整个大楼拆下去的景象 那你们上网或者是看报告的时候 或者看新闻报道的时候 可能就会看到 有的时候一栋很大的大楼 因为是旧了需要拆掉 那可以用一种很慢的方法 用拆楼的机器逐层逐层这样子拆 但是也可以用很快的方法 就是这种定向的爆破 他们把炸药放在这个楼的不同的地方 那么他们一点这个炸药的话 整个大楼就都倒塌下去了 那每一次 当然我自己没有亲眼看过 这个关于定向爆破 整个大楼倒塌下去的状况 但是我就在网上 在电视上看到新闻的报道 看到网上的一些视频的话 看到有这样的情况 本来一栋大楼 主力在那里很完整 结果就倒下去了 那这就让我想到 在圣经里面 我们讲到这个第八天的内容 第八天的内容是和圣经里面的 我觉得圣经里面最初讲到的一个故事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看看圣经的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里面的内容 十一章里面是这么说的 说那个时候 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 在世纳地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圣经说 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吧 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泥灰 第四节他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作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如果我们看圣经 看圣经从一开始 到创世纪第十一章的记载 我们就知道 圣经里面这里所说的 这件事情发生的 是发生在洪水之后 那洪水 我们也知道这个洪水的故事 当时因为世界上的人 非常的罪恶 所以上帝就降下洪水 把世界上的人都毁灭了 除了挪亚一家八口 他们在方舟里边 就得到了保护 那上帝在造了人之后 人犯罪了 上帝把人毁灭了之后 在洪水之后 上帝实际上已经告诉人 他以后再也不会用洪水的方法 毁灭人了 但圣经这里说 他们这些人 他们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时候 他们就住在那里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要来造一座塔 而且这个塔是塔顶通天 可以通到天上很高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们就说 如果 如果以后再有洪水来的时候 那我们住在这个高塔上面 那肯定就不会再被洪水冲没了 但圣经是讲到 上帝并不喜欢他们这样做 所以圣经第五节 耶和华降临 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第六节耶和华说 看了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第七节 圣经说 我们下去在那里 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第八节就讲到 于是耶和华时 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 不造纳城了 第九节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 所以纳城名叫巴别 圣经解释巴别的意思是什么 说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 那我想到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我觉得也是在建造各种各样的高塔 不单单只是说建筑上的高塔 我们不同的大的城市 当你去看的时候 这个城市造了全世界最高的塔 那过了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城市又建了 比这个城市更高的塔 那个塔的高度就超过了这个城市 世界上的不同的城市 一直在这样子比赛 看哪一个城市 可以造出世界上最高的塔 那除了这个建筑的塔 我觉得今天世界上的人 也是建造很多属于自己的宣扬自己名的塔 金钱了地位了权利了 凡是可以宣扬自己的东西 人都会建造一个塔 那我最好是在这个塔顶上 我最好是在这个高位子上面 当我站在这个高位上面的时候 我比其他人都高的时候 那我就是非常有威力 非常有权威的 但是今天上帝 我觉得也是同样在对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是要建造属于自己的塔的人 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在洪水之后 当人要建造这个高塔的时候 上帝阻止了他们 上帝不要他们建造高塔 那刚才我说了 为什么上帝不要人建造这个高塔 圣经在创世纪第九章 在上帝已经洪水灭世 然后洪水退去之后 圣经九章第十二节上帝说 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 是有记号的 什么样的记号呢 他说我把红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 必有红显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 所立的约 水就再不泛滥 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九章十六节说 红彼显在云彩中 我看见就要纪念 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上帝说得很清楚 上帝从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人了 虽然洪水降到世界上 毁灭了世界上的人 但上帝说我已经和你们立了约了 上帝立了约是什么呢 他说我要把这个彩虹放在天上 你们看见彩虹的时候 你们看见天上显出来的彩虹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这个是上帝他的约 他所立的记号 他告诉我们 他以后再也不会用洪水泛滥毁灭世界上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上帝的应许实在不实在呢 我相信上帝的应许是实在的 上帝说的话 上帝这里说呢 我与地立约的记号 我告诉你们 你们每次看见红 看见天上的彩虹的时候 就知道我所立下的约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应该要值得我们去相信的 值得我们去纪念的 但是呢 人为自己建造高塔 实际上就是对上帝话语的不信任 为什么圣经会记载这些人 虽然听了上帝给他们的话语说 我以后再也不会用洪水来毁灭世界了 你们看见彩虹就知道我的应许了 他们还是建造这个高塔 说塔顶通天 以后呢 如果真的有洪水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躲在这个塔顶上 我们可以不受影响 人们不相信上帝 那联系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人建立自己的塔 刚才我说 不管是金钱 地位 名利 各种各样的塔 人都建得很高 想希望我站在这个高塔上面 我掌权 我可以控制别人 当人建立这些高塔的时候 人也是忘记了上帝 人不相信上帝 人甚至不觉得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所以我要建立推崇自己的高塔 那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他有应许 他的应许是 他的彩虹在天上 他不会用洪水的方式 在毁灭世界上的人 上帝今天对我们世界上的人的 每一个应许 实际上就是把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拆遣到世界上 要为我们的罪舍命赎架 以至于将来所有跟从他的人 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 他都会把永生赐给他们 这是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应许借着彩虹在天上 告诉我们他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因为人不相信上帝的话 因为人对上帝话语的不信任 所以就会建造属于自己的这个塔 把这个塔放在那里 想要反抗上帝 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八节 第二位天使就发出庄严的警告说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 倾倒了 倾倒了 这里重复两次说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倾倒了 我们从刚才所读的创世纪的经文当中讲到 巴别的意思 讲到的就是混乱的意思 所以这个巴比伦也是代表一个混乱的意思 上帝说这个混乱的大城倾倒了 倾倒了 上帝说最后的时代 当人要建立自己的高塔 当人要站在人以上 当人忽视上帝的应许 当人对上帝说 你说的话不可靠 我要建造我自己的高塔的时候 上帝最终在世界末了的时候 给我们的警告是说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倾倒了 而且是不止一次的重复说倾倒了 人所建立的高塔 不管是有多高 只要是他是为自己所建的 为自己名律 金钱 地位所建的 就一定会倾倒 所以第二位天使的信息 我觉得就从三个方面告诉我们 要我们向人类发出警告 同时我们从三个方面要去反省 要去祷告 首先他呼召我们要忠于基督和他的圣言 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的话语 必须将上帝的话语存寄在我们心中 我们才不会想到说要见到自己的高塔 我们才不会想到说 我不相信上帝的话 我忠于耶稣基督的话语 我相信上帝的话 那他的话语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就常常的鼓励我 使我要谦卑谦虚在上帝的面前 不要跑到高塔上面去 我在上帝面前要谦卑 第二方面 我觉得这个信息呼吁我们 要有经得起考验的信心 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遇见考验的 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上帝会应运我们 虽然上帝会在我们身边 与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还是会遇见困难 在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 说上帝说的话到底会不会实现 上帝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还是我们自保好了 我们自己来建造高塔好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祈求上帝主 我相信你的应许 我看到彩虹在天上 我就相信你的应许 我知道你的应许会实现 虽然我遇见困难 但是我要愿意在困难当中相信你 我知道你的应许一定是真的 第三方面 我觉得第二位天使的信息 也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吁说 邀请我们 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知道上帝的话语 我们也邀请自己身边的朋友 自己的同事 自己的邻居 身边所有的人 也邀请他们来到主的面前 与他建立深厚的关系 我们知道耶稣很快会回来 圣经里面要讲到 耶稣他预备好了 在天上预备好了 那个地方就回来接你 接我们到他那个地方去 耶稣已经预备好了 要接我们 而预备好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都准备好迎接耶稣的再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邀请你 我们为以下三样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祷告期间 我们祷告 第一点 我们对上帝的圣言 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耶稣有更深切的爱 要有永远不妥协的精神 每一天要学习圣经的话语 每天把圣经的话语 存记在我们的心中 祈求上帝的圣言充满我们 第二点 当遇见困难的时候 要有经得起考验的信心 生活当中会有许多的困难 但是有困难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仰望 祂给我们在天上的彩虹 知道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 第三方面 我们要向周围的人做见证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 只是我一个人得救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我身边的人 我希望他也能够和我一起永远在天国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要跟他来分享福音 当然分享福音需要勇气 是吧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想想看怎么样去说 有的时候我们去想想看 需要什么渠道去说 但是这三方面呢 我们需要恳切地祷告的 祈求上帝让我们认识他的圣言 祈求上帝让我们在考验的时候有信心 我们祈求上帝打开我们身边的门 我们可以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圣经的真理 祈求上帝让我们在学习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的真理 我们应用出去 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 非常的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听见天使从天上给我们传扬的信息 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注重我们将你的话语存寄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祷告的时候注重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时常有信心 同时也为我们打开门 让我们和身边的人分享福音的信息 主啊 我愿意 我愿意这样做 求祝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可以在你主来的时候和你永远同在 进入到主你为我们所预备那永远的天价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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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